波兰姑娘翠花沿运河北上来到了湖州 这儿的湖笔湖丝湖竹文明天下 但来到这里最不能错过的还是湖州美食 鹅卵石烹制的竹林鸡到底是什么滋味 柴火烧的大锅羊肉香气四溢 甘糖时吃的鱼汤饭究竟是什么 豆腐皮竟然也能包包子 本集翠花将一一揭开湖州美食的神秘面杂 中国人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航 如果在苏航之间画一条线 你会发现天堂的中央正是湖州 湖州还太湖地区唯一一座因湖而得名的城市 西有山区东有平原 北林万景太湖 山水良田造就了湖州丰富的物产资源 和数不尽的诱人美食 翠花湖州之旅第一站 将从湖州市西南部的安吉县开始 品尝一道当地家喻户晓的农家菜 第二站他将前往南巡区东南部的一座千年小镇 尝尝那里人们用大锅烧制的柴火羊肉 第三站到中国最大的淡水鱼养殖基地林湖 参加一场特殊的农室体验鱼汤饭 最后前往市中心品尝一道传统的湖州名点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就是湖州安吉 这是中国非常有名的竹箱 这里有世界上面具最大品种 最集权的一个竹海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咱们每颗竹子上都有数字和汉字 安吉县位于湖州市的西南部 临近上海 杭州 南京 苏州等城市 被誉为都市后花园 宋朝诗人苏东坡曾说 宁可食无肉不可屈无竹 而安吉的竹林之所以出名 就是因为很多国际知名的电影 都来这里取景 像卧虎藏龙 夜宴 翠花这一次前来 除了赏美景 还有品美食 湖州十大金牌导游魏巍 将作为翠花的美食向导 带她一起寻找这道深藏于 竹海间的美味竹林鸡 王经理 这就是你们竹林鸡呢 那么多的鸡 这里都大概有多少只呢 这里有一万多鱼 我们叫鸡叫鱼不叫汁 鸡的梁子是鱼是吧 对对 英语鸡 那么多都很肥啊 它倒是不是很肥 它不肥呢 它这个鸡啊都是比较喜欢运动的 它就像人一样 就跑来跑去走来跑去走来走来走去点 它这个运动量加深了以后 它这个鸡 这个肉就比较结实是吧 肉比较结实 你们这里的鸡都吃什么呢 它们都是以自己觅食为主 山上的那些杂草啊 这些小虫子啊 这样吃吃 如果不够的话 我们稍微添加一点 中药和玉米 好多鸡 吃什么样的中药呢 像都是一些制补类的 营养类的高档的 专门为鸡调配的一个种药 专门有一个营养师给他们说 他们该吃什么呢 因为安吉得天独厚的竹林环境 竹林鸡在这里 自然成为当地人餐桌上 必不可少的美味 在安吉 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竹林鸡 我今天带你呢 来吃安吉当地非常有名的这个鸡啊 它是用鹅软石加热 它肚子里面还甜了一些中药 为了让这个鸡更加有营养吗 好香啊 不知道什么味道 你尝尝看这味怎么样 我这个肉吃的有点嚼劲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上午看的 这个鸡跑得很快 跑得很远 所以这个 对的对的 因为它是在海拔900米的 高山竹林上放养的 所以它比我们吃就很紧 对 比我们平时吃的这个 不同气要紧一点 对 而且很鲜 能吃出来这个中药 有枸杞的味道 我吃到了 那这里有一个枸杞 我想吃鸡皮 因为你说的它是用怎么做法 因为是不是这个鹅卵石 就直接接触这个皮呢 不是 鹅卵石在锅底加热 在锅底加热 这皮怎么样感觉 很香脆 觉得这个鸡皮比那个鸡肉还好吃 更加好吃 所以我吃鸡皮 你吃肉 放了些 那么不吻 走 快 离开安极县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 翠花来到了南巡古镇 薇薇说 在湖州当地流传的一句老话 湖州一座城不及南巡半个镇 南巡镇位于太湖以南 运河的西岸盛产胡丝 国安局海内 南巡基里斯1815年就曾获得过巴拿马国际金奖 一百多年前这里就聚集着很多 引擎营蚕业而发达起来的商人 胡丝不断出口海外 一度使南巡成为当时中国最有钱的地方 在中国众多的江南古镇中 南巡是唯一一个有着中西河壁建筑风格的古镇 这也与富有的丝商密不可分 如今生活在这儿的人还在以养蚕为生 而南巡也正是蚕丝极品 基里村胡丝的原产力 阿姨 你现在在做什么 它剥的一双腿子拉开来拉多大了 就是把那茧子拉大是吧 这个丝拉大了 为什么非得要这样拉大呢 老板咱们可以花费米啊 做笔的都要花咏 听得懂吗 就做面啊 做被子 就好做是吧 一天要拉多少个这样的茧子 一天不到两百 不到两百 不是 他说他从早剥到晚 可以剥七八斤茧 我刚才问了一下老板 他说一斤呢 有这样的茧子有三百个 那么他说有七八斤 就是一天有两千多个茧子要剥 两千多个这样的茧子要剥 蚕虫吐丝成茧后 将残茧烧煮一个小时 手工取出遗留的蚕蛹 拉丝亮晒 加工成上好的蚕丝 一百年后的今天 南巡丝伤的身影 虽然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 但人们经过改变蚕虫基因 生产出的彩色残茧 又再次掀开了蚕丝历史的新篇章 这个饼 挺有名的酥饼 对啊 看一下 这个咸的咸的都有 咸的这个是梅干菜的 这个也是咸的 这个是肉松的 这个是甜的 红豆的 那我们一样来一个吧 好的 这个是红豆的 这个是肉松的 我吃这个 我的梅干菜特别多 这个梅干菜是我们自己腌制的 然后自己晒干 自己热的 这个红豆虾也自己打了 我觉得挺好吃的 不是特别甜 所以摇起来特别有嚼劲 这样还很有韧气 我们自己烤出来的 烤干的 里面没有任何水分 这个饼在整个这项城 就两家 一家系统 我们这一家 就两家 别的地方都没有的 我觉得肉松的好吃 很酥呢 特别酥脆啊 嗯 冬天来到湖州 有一道美食 绝不能错过 看看周围的食客 就能知道 它的受欢迎程度 炼石镇的柴火羊肉 绝对可以称得上是 湖州的美食名片 这个汤为什么这么红呢 因为那个红烧羊肉 放了酱油 啊 这是红烧羊肉 所以它就像我们平时 做的红烧肉一样 红烧肉 对对对 食物里面也有白糖 对 它有没有其他的调料呢 放了一点辣椒 放了一点黄酒 老姜也放一点 老姜也放一点 像个桂皮啊香料 这都放一点 生姜呢 要放一点 放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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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我味道 生姜的 对对对 因为羊肉呢 有一个稍微的 把它把它去掉 就可以了 现在像这么大的锅 这里有几只羊呢 这里有两只羊 大概有多少公斤在这里 两只羊 这种一百斤了 一百斤 我看切的还挺美的 都切的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大的 而且你看都没有肥肉 都是鲸肉 对对 都是鲸肉 这羊肉为什么这么好呢 这个肉都没有肥肉呢 就是我们当今的那个胡羊肉 胡羊是蒙古绵羊的一种 北宋年间跟随百姓南下 沿运河来到太湖地区 因为当地草场资源区乏 来到南方的羊群 只能以吃桑叶 大豆精为食 逐渐形成了胡羊 这样新的品种 师傅 这么大的锅 我没看到 用什么东西烧呢 烧在那边用柴火烧的 柴火 对用柴火烧的 为什么用柴火呢 是不是味道不一样 对 跟人家做法不就是不一样 用柴火烧 整个锅子 你看这里呢 跟中间一样的 每一块羊肉都一样的 对 它是均匀受热 均匀的 原来柴火羊肉 之所以好吃的秘学 就在这一堆堆的 桑树柴火上 用柴火烧的大锅 不但受热均匀 而且两个小时的熬煮时间 相当于把肉焖熟 汤料也就更入味 我们的羊肉来了 羊肉来了 还要放调料来 行了 就先怎么放呢 就是稍微撒一点 你吃不吃辣 我吃会辣的吧 不要太辣了 那咱稍微少放点 这个历史吧 有句话说 用桑树才烧的那个羊肉 打巴掌都不放手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呃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 就是说这羊肉特别好吃 可是打你巴掌 你都舍不得把它放下来 你尝尝看 其实呢 我到中国之后 才开始吃羊肉 在波兰我们很少吃羊肉 对 我第一次到中国才吃了羊肉 这羊肉吧 跟中国其他地方羊肉不一样 你尝尝看什么味儿的 行 香油的味道很浓 而且这个能吃出来这个白糖 就很甜 有点就像我们做的红烧肉一样的 这口感怎么样 还挺嫩的 咱们这的羊肉吧 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肉比较酥软 因为把咱这的羊呢都是圈养的 受自然条件和环境的限制 胡羊只能采取圈养的方式喂养 同时因为胡羊常年以青丝料 如油菜叶子 蚕豆叶子为食 相比较北方的羊来说 肉质没有那么紧实 肉很吃软 蛮好吃的 吃你们本地人喜欢吃这个 是不是供电吃最好 就不会就像你刚刚说的 对 现在这个季节吃这个肉吧 是最合适的 因为现在比较冷 南方比较湿冷 所以吃这个肉呢 它比较活血 能够让你身体暖和起来 等会吃了就会怕冷了 我开始热了 在湖州羊不仅可以吃 就连味居中国文房四宝之首的 虎笔也是用羊毛制作而成的 唐代世人白居易就曾用千万毛钟简易毫 来形容虎笔制作记忆的精细和复杂 千百年来高超的记忆和严格的要求 使胡笔赢得了胡影之计 甲天下的美称 说起鱼并不稀奇 但是你知道中国淡水鱼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吗 答案就是湖州 这里集中了中国十分之一的淡水鱼被称为中国鱼都 而湖州淡水鱼多数集中在灵湖一带 翠花此次前来自然也少不了品尝一下鱼农餐厨上的这道美味 大伯 你今天是几点钟起来捕鱼的 今天 七点钟 七点钟 大伯 这样一框有多重 这样一小框 二十斤有吗 来大伯 我还看一下 让我拿一下 我拿骨头 太疯了 你来帮我 好 哪个好吃呢 哪个吃少 这个没有吃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花莲 不是那小的 这里大概有多少斤的鱼 四五千斤 这里有四五千斤 这个鱼是五万块钱 叔叔你那个裤子会不会进水呢 不会进水 不会进水的 确定吗 那你们冷不冷穿这个裤子呢 不是 你们是不是装在那齐天呢 翠花 别看他们现在丰收这么开心 其实他们养得特别特别辛苦 夏天的鱼要只有这么一点点大 然后一天呢要喂三次 那夏天的时候你知道河边的温度特别特别高 它流加倍的 然后每天喂三次 然后养到冬天把鱼养得这么大 特别特别辛苦 其实他们 你看今天水 气温度挺冷的吧 你在车上还挺冷的 他们在水里面 居然说不冷 这裤子其实挺薄的 里面没有容 就把它包到一层就贴在身上 还是很贵的 太行 每到冬季 明湖镇家家户户的鱼龙 都会在自家的鱼塘里拉大网捕鱼 然后抽干鱼塘里的水 进行一次清理 目的是为来年养鱼能有更好的收成 鲜鲜捕捞的鱼 除了要赶快拿到市场上去卖之外 还要留一些准备鱼汤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城市里面吃的鱼都是蜈味 不想我们在城市里面吃的鱼 都是蜈味 这里一点蜈味 特别新鲜很香 对呀 挺好吃 因为我宁愿的鱼 林湖镇的鱼塘纵横交错 家家户户世代以养鱼为生 如今林湖镇陈毅村的鱼笼 打破了淡水鱼冬季销售旺季的传统 在养殖四大家鱼的基础上改进技术 一年四季养殖加州鲁鱼 成为全镇人均收入最高的鱼村 什么鱼啊 这个 炸的鱼鱼 这是刚才卖的 陈毅村是这北加州鱼鱼第一层 鱼鱼 没有一次的 所以很好吃的 有些另外一种味道啊 就是这里放了很 还有酸菜 有酸菜吧 对对对 它有一些酸菜 一点辣的 一点葱 所以它是香味 红的 绿的 白的 醉花一定能吃出来酸菜味 醉花上酸菜 所以哪里有酸菜我都能吃出来这个味道 今天我们的菜那么丰盛跟过年时的一点 嗯 特别红的 有十多道菜吧 有十多道菜吧 你们每次捕完鱼之后都要吃得那么丰盛吗 对对对对 那么这些菜肴呢 它还有一种祝福的意思 祝福的意思 祝福的意思 鱼汤饭 就是年年有益的意思 饭源呢 是坦坦圆圆的意思 对吧 大鱼汤饭 就是大福大贵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一做菜呢 每道菜就咱们相争的意思 大家在一起 气乐融融就好 大家相互祝福 明年收获更好 那我们提前祝福你们明年收获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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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提前祝贺啊 就在翠花离开临湖镇之前 李师傅还特地带他们去看了古代湖州人的一项重要发明 活水渔船 尽管如今四通八达的公路 铁路网 已将这种船图的运输方式淘汰了 但对于当地的百姓来说 活水渔船的发明意义非凡 500年以前 南宋的时候呢 有一个成像 他要吃新鲜鱼 那么我们这里的鱼印上去的时候呢 冬天呢 就是鱼要死掉了 不能吃新鲜的 那么这样呢 我们这个老百姓呢 就创造了 就是搞一个船 搞一个船 船头呢 有两个孔 边上又有两个孔 那么这个里边放水 放鱼 那船里之下那水不会沉下去吗 不会的 为什么呢 因为到船头两个孔 水进来了 边上有两个孔 水抬出去了 所以呢 船舱里的水跟河面的水是日平的 就是那个船一样的 有两个孔 这两个船呢 就是空的 那么这样呢 增加它的浮量 所以它不会沉 那么船在河面上行尸的时候呢 这个水呢 就离进来 那么这个鱼呢 是活的 就活 就发明做得好 对对 劳动人民的畅造 金航大运河自杭州北上进入湖州境内后 分东中西三线 主线在湖州境内全长43.944公里 虽然大运河在湖州境内流行的距离不是很长 但是运河及其衍生的运河水系 留给这座城市的繁华至今还依稀可见 美食向导魏巍给翠花推荐的最后一道美食 是湖州当地的一道传统名点 包子 如果说包子大家都吃过不足为奇 那么用豆腐皮包的包子 想必很多人都没吃过了 我来了 这就是咱的千张包子 翠花 这是包子嘛 这不是馄饨 包子这怎么是用豆腐皮包的呢 对 咱这就把豆腐皮叫做千张 叫做千张包子 湖州丁联芳千张包子店 是湖州的一家百年老店 这儿的千张包子 以制作精细 用料名贵 味道鲜维 深受当地百姓喜爱 好棒 好吃 吃起来很可口 里面这个馅很多 里面这个馅除了肉之外 还有芝麻 开羊 干贝 干贝 干贝是什么 干贝就是扇贝里面那块肉 特别的摇起来特别有嚼劲 这里还有配的辣椒 这个辣椒是怎么 就这样蘸着吃吗 你可以蘸着吃也可以把调料 在碗里稍微剥一点 然后放在汤里面 蛮好吃的第一次吃 用豆腐皮做的包子 而且旁边还有这个粉丝 这个粉丝是什么 这粉丝呢是用绿豆做的 吃起来很Q呢 特别有韩性 它做这么粗呢 就是因为它煮起来不容易烂掉 不容易煮烂 不会煮成糊 这汤也很好喝 里面还放点灰胡椒 对 所以你们这个平时 是当成早餐吃还是怎么吃 对 这是一种小吃 你可以当早餐吃 你可以当午餐吃 你可以当宵夜吃 反正咱胡州人 什么时候都喜欢吃它 喜欢吃它 从中国渔都到中国渔乡 再到无私依天下 胡州仿佛一座世外桃源 遍地是宝 就像元代诗人代表原诗中描绘的那样 勤遍江南清立地 人生之河 祝胡州 胡州的美食的确能够适应各方来客的胃口 所以如果你也想和翠花一样 那就收拾行囊 赶快出发吧 苏州 苏州位于太湖之滨 长征南岸的陆海口处 宋代吴俊志 用天上天堂 地下苏行 来形容苏州 杭州的美丽繁荣 与富庶 今天的苏州之美 不仅在于以你的古典园林 还在于花样繁多的精致美食 阳城湖大达蟹怎么做成了雪花 猪蹄胖为什么吸引了法国总统 此乎为什么咸皮爱腹 巴肥汤到底吃的是干还是肺 在这一集里 翠花仍带领大家细细品味苏州的精致生活和苏邦美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